最近打新冠疫苗的时候都变成了小朋友的话题 一时间霸占了热搜榜的榜首 那为什么打疫苗就会变成小朋友呢 这个话题源自一张图片 给待会儿来看一下 有许多网友发现自己接种新冠疫苗的时候 这医院的屏幕上显示的都是 小朋友某某某到您接种疫苗了 那这样的教号系统没有年龄限制系统 都是通通教育成小朋友 就问你是不是感觉很开心 你发现没有 就是成年人的快乐其实就是那么简单 不仅如此 乖乖接种疫苗的小朋友们 还可以到刘冠市里去看动画片 这刘冠结束之后呢 医院的屏幕就会提醒来说 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回家了 还有网友获得了小红花 这真是拿咱们当小朋友啊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操作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很多这个接种地点呢 都是儿童接种中心 系统呢都是固定给小朋友们看的 当然呢我们成年人也就享受了一次孩子们的待遇 身边看一个动画片啊 有了当这个小朋友的待遇之后 有很多网友就表示说 哎呀好可爱啊 突然有一点期待打苗苗了 这个截止到4月10号 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已经达到了16447.1万剂次 各地呢为了鼓励民众接种疫苗 还推出了许多的举措 而且你发现没有 就是各种标语真的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这句 每个人的身相都要有苗苗 让我为你打苗苗 嘿 除此之外呢 各地也在提升疫苗接种的效率 上海的疫苗接种点呢 提前与对口街道沟通 以半小时为一个单位 划分接种人群 让接种人员平均等候时间的不超过15分钟 对那老人要是不会线上预约该怎么办呢 那就不预约呗 老年人到现场 只要打印一个快速的运约条码 就可以接种了 哎呀 像咱们这上门接种啊 设立临时接种点接种的形式 也让我们老同志老年人少跑了很多路嘛 所以说打疫苗现在很简单哈 小朋友们 你打疫苗了吗 如果没打的话 快点运约吧 享受一下小朋友的小红花待遇 哎呀 还真的是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苗苗 让我为你打苗苗 好